美国药物价格昂贵 尽管假药有可能危害病患健康 但仍有人偷偷贩卖 偷偷购买 洛市检察长办公室今天宣布 起诉一处位于圣佛南渡谷的假药药房 希望可以对其他贩卖假药的人 起到贺阻作用 这个假药房打着杂货店的招牌 来鱼目混珠 只卖药给知道门路的人 假药就藏在收银机的下方 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买到真药 自己吃或给亲人服用 假药在市面上十分猖狂 而原因就是粒子当头 所以这里的上口 这个就是攻击 soy sauce 经常找到rolase 但在第一uma市场的售仓 钱不是自己投稿顶 非网上百分之行 把杂货唢 Yup 不存在于不在关注 conclude 氯化钠只是盐巴里的成分 但更可怕的是 假药里的其他成分 假药实在难以辨识 就连执法单位都必须 送到药物化验中心 才能变真假 而这个被落实检察官办公室 起诉的假药房 客人多半是移民 他们贩卖的不只是假药 还包括受到管制的药物 甚至禁药 这间假药房被控有 2000多项违规 每一项违规 每天的罚款是2500美元 检方希望能够透过重罚 来打击黑心假药市场 但应该下方握 下方握 下方握